大家好,今天皮特要教大家如何將你已經JB過的iPhone增加動態開機畫面以及自訂的開機圖案 首先先接上你的iPhone之後開啟Res Note 0.9 在瀏覽這邊選擇你所使用的認體 是原廠認體喔 通過了之後按下一步 在這邊取消狗選CDR 之後選動態開機 選自訂的開機LOGO 如果你要選擇回覆LOGO的話就要下面選擇 這個要打勾因為我們已經JB過了 之後按下一步 在這邊把iPhone變成回覆模式就可以了 接下來之後的步驟呢就是把我們的iPhone進入到恢復模式 我們把iPhone按著Power跟Home button按著不要放 好,進入到恢復模式之後 Res Note就會開始自動邦尼JB了 JB需要經過一段還算不短的時間 那所以就要有耐心的等一下 刷完之後呢 你的iPhone就會重新開機 那我們就看到有你自己的自訂LOGO 之後就會到動態開機的畫面 隨著告訴你一下開機棒的部分 開機完畢之後你就會發現說 你之前所JB的資料都還在 包括你的部件主題那些都還會保存 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學,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